61 文匯報 智力發展經濟民生是人心所向 2015年7月4日文匯論壇 A十高天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特首兩真英近期一再強調 政改工作高一段落後 全社會各下政制爭拗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 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期盼 也是保障香港泛榮穩定 促進廣印安居咬業的現實需要 政治爭拗沒緣沒了 只會損害香港的經濟和民生 香港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符合七百萬港人的利益 是人心所向 回歸十八年來 政改的爭論一直沒有平息 尤其是此輪政改討論 反對派的對抗越來越激烈 採取了無法無天的佔中暴力行動 又採取綑綁否決的策略 結果政改方案公規一貴 浪費了各方的努力 反對派是黑殺普選的千古罪人 爭拗不斷疾愛經濟民生發展但事 反對派並未因為否決政改而霸首 還要繼續就政改問題糾纏下去 要重啟政改 還要修改基本法 繼續搞不合作運動 其用心就是要破壞香港安寧 讓全社會不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繼續把七百萬港人當作反對派約協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人治 香港爭拗不斷 動蕩不憂 影響施政效率 制外經濟民生發展 最後受苦的是七百萬港人 香港市民對於這種私立社會 客走遊客 趕走投資者 折騰經濟的做法 已經非常厭惡 將曉明主任 梁振英特首主張國下政爭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正正道出了七百萬港人的心性 1984年的時候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為中國內地總產值的四分之一 到了2014年 香港的本地產值僅僅是中國內地的百分之三還不到 近三十年 香港經濟平均增速為百分之三點九 內地經濟平均增速為百分之九點五 到了2013年 與香港一何之隔的深圳 經濟增長率是百分之七點八 而香港只停留在百分之二點九 估計過了今年 深圳的GDP將超過香港 而北京和上海的GDP早已超越了香港 香港經濟增長低迴不前 與反對派長期操弄無憂止的政爭有莫大關係 把香港的精力都耗費在無謂的政治爭拗之中 香港正在面臨Tile Sky發展的兩大潮流 一是全球經濟一體化 互聯網和先進的運輸工具 已經把全世界變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 產業根據成本的高低流動 二是知識經濟迅速崛起 互聯網技術和智能技術 滲透到國各領域 新科技突破的速度大大加快 目前人類已經到了創新的黃金時期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 因巡守救 已經急劇落後於世界 若還要因正爭內耗 自我摧殘 香港難免被邊緣化 香港應集中精神應付新挑戰 香港已經流失了製造業 航運物流業的優勢業正在削弱 如果沒有危機感 香港更多的產業將會流失到其他地區 人才也根腹壞 失 失去了的產業 肯難再回頭 以旅遊業為例 澳門的面積比香港更細小 但是 澳門集中力量一心一意發展旅遊 增加基建設施 很好的疏道客流 更沒有發生驅趕內地遊客的事件 2013年 澳門的人均為87,300美元 香港則為39,871美元 已經遠遠落後於澳門 當前 內地和韓國 澳洲 東盟已經結成自由貿易區 商品 資金開始自由流動 內地網上購物的電子商業活動大行期到 而且跨越國家進行 內地民眾可以通過互聯網採購世界各地的產品 換句話說 世界經濟一體化 已經衝擊香港作為中國內地連接世界的橋樑地位 競爭日益激烈 形勢變化很快 機遇稍種即勢 香港必須拋棄浪費精神和時間 的政改爭爭 集中精神應付新挑戰 但是 反對派不讓香港有變黑漢寧 模仿台灣的太陽花革命 刻意在香港搞去中國化 鼓吹本土主義 企圖阻礙香港和內地的經濟融合 這對於香港發展經濟民生極其不利 更不利於年輕人的前途 現在內地已經進入了互聯網和各行各業融合的時代 國家鼓勵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 大大調動了內地年輕人創新創業的積極性 也把市場造大造強 香港如果不和內地經濟融合 其後果是香港年輕人的創業創新的努力探索 就會變成無源之水 香港年輕人的聰明才智得不到很好的發揮 最終也影響了香港的競爭力 與內地融合是香港提升競爭力的出路反對派不到市民 只因為沒有真補選 所以香港的房屋價格瘋狂上升 青年人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事實並非如此 台灣早已有一人一票選舉領導人 而且實現政黨輪替 但是陳水扁管治的時代 台灣經濟大插水 台灣今天房屋價格和工資的比例 遠遠高過香港 台灣的貧富懸殊也超過香港 台灣大學生的起身點仍然是22000台幣 即6000港元 十多年沒有改變 所以 擺脫政治爭拗 加快融入內地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民生 才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在這陣子期間網上拍攝動 家裏 Pigitor另一家覽支援 uch和資訪 els巨大叔 在這陣子期間網上拍攝動 知道,在這陣子期間網上拍攝動 煮出事實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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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